道教确实,咱们是揭演前文 梁武帝舍道是佛,改信佛教了 那么道教这边自然是一落千诈 那么陶红井作为南朝这边道教的领袖招了急了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 到最后只好拿出道教的绝招 什么呢?炼丹 跟梁武帝一说,两人一拍即合 为什么呢?梁武帝信佛,修的是来世 道教这炼丹才能保他的今生 谁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啊 至少得健康长寿啊,对吧 再一方面呢,这梁武帝也是为了跟北朝较劲 当时天下分成南北朝 两边呢,都认为自己是正统 但是军事上,谁都消灭不了对方 怎么办呢?就在其他方面使劲的较劲 用现代话说呢,就是冷战 在此之前,北朝这边就是北魏啊 组织过大规模的炼丹活动 北朝这皇上也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啊 而且呢,人家很有科学的精神 不是说这仙丹一炼出来 就拿给皇上吃 皇上也知道这王有风险 怎么办呢?先得进行临床实验 说白了呢,就是找人试试药 找谁来试呢?死刑犯 哎,你杀人了,放了火了,把你抓起来 干嘛呢?吃仙丹 几十年下来,找了上千个死刑犯 无一例外,吃完这仙丹呢,都死了 等于说,北魏是发明了一种执行死刑的新方法 那么北朝这边炼丹失败了 梁武帝就想啊 如果说我们南朝把这仙丹给炼出来了 这不光是重大的科研成果呀 更重要的,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南朝这边制度的优越性啊 于是呢,倾全国之力支持桃红井炼丹 那么说这桃红井会炼丹吗? 还真就不会 那位说他不是老道吗?怎么不会呀 哎,不是说所有的道士都会炼丹 这玩意也是树叶有专攻 桃红井是上青派的道士 人家主要的修炼方法呢 是存神 简单理解呢,就是打坐 哎,从来没炼过丹 虽然说没炼过,但桃红井呢,基础很好 为什么呢? 之前呢,咱们也说过 10到91,这桃红井是当时非常杰出的医药学家 尤其是对中药相当有研究 编写过一部药学著作 叫《本草经集著》 那么中药里边有很多矿物药啊 这里包括什么朱砂呀 水银呢,硫磺啊 这些都是炼丹的原材料 就是说桃红井呢 对这些并不陌生 再有呢,桃红井搜罗了很多的丹经 就是炼丹的书啊 通过比较 选出了一本传承最明确的 哪本呢 《太清丹经》 他要炼这丹呢 叫《九转丹》 那么万事俱备 开始练吧 这一练 就练了溜溜一年 到一年头上 一开着丹炉 这仙丹呢 哎,没练成 接着练吧 第二年 一开着丹炉呢 还是没练成 简断接说 一连三四年 全都失败了 这桃红井呢 这人就崩溃了 为什么呢 压力太大 您想啊 帝王的寿命 道教的前途 国家的形象 全都压在这炼丹一件事上 搁谁也受不了 这桃红井啊 索性也就不炼了 从茅山之上逃跑了 不但逃跑了 而且呢 改名换姓 不叫桃红井了 哎,自己改了个名 叫王整官 那么说逃到哪了呢 先奔了青杖山 后来呢 又逃到霍山 甚至有人说逃到海外去了 但到后来 梁武帝又把他找回来了 在茅山之上盖下一座猪阳馆 让他呢 继续练丹 桃红井没办法呀 接着练吧 虽然说 没练出仙丹来 但是这么多年 老跟这烧东西 他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冶金技术 哎 先说话 这仙丹我交不上去 我交点别的吧 他打算交什么呢 打凑了两口宝刀 献给梁武帝了 梁武帝抽出宝刀来一看 就这两口刀 真得说是肩宽背后日飞薄 杀人不见血光豪 紫薇薇蓝娃娃 祥光万道 锐采千条啊 果然是好刀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古典小说 叫西游记 哎 书里边有很多神兵利器 像什么金箍瓣啊 九尺钉耙呀 都是太上老君 用炼丹炉打造的 那么说这个创意打哪来的呢 我认为很可能啊 就是打桃红井这来的 梁武帝一看 这两口刀确实是宝刀 但我每年花那么些银子啊 不是让你当铁匠啊 下了道圣旨 让他继续炼丹 炼来炼去炼去炼来 炼到二十年头上 终于把这仙丹呢 给炼成了 怎么知道炼成了呢 丹京省说 这仙丹呢 应该有五色的光滑 如果说没有这五色光滑 那是独丹 吃完了会死 那么桃红井最后练出这丹来 古然就有五色的光滑 他把这仙丹献给梁武帝 那么据史书上的说法 皇上还真就把这仙丹给吃了 那吃完之后怎么样呢 反正没有立刻死 不但没有立刻死 而且这梁武帝啊 还相当的长寿 活了85岁 这在古代帝王当中 绝对算是长寿的 如果做排名呢 能排第二名 第一名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活了88岁 而且咱们得说明白了 这梁武帝最后死啊 他不是自然死亡 怎么死的呢 朝中有一名降将 叫侯景造了反了 梁武帝被困在台城里边 最后是被饿死的啊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场叛乱 实物供给正常的情况下 这梁武帝啊 很有希望能活过乾隆 哎 那就是活得最久的皇上了 至于说他能不能够长生不死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桃红井凭着这手炼丹 保住了道教不绝 但他也看出来了 这道教啊 确实是有不足之处 那么说哪不足呢 咱们前面也说过 陆修静啊 把道教的经书整理的差不多了 但这神仙体系还是杂乱无章 跟人家佛教没法比 哎 佛教一说 就是三世佛 有横三世 纵三世 还什么六凡四圣 十法界 再看道教这神仙呢 你信一个我信一个 甚至来说互相冲突 哎 不成体系 那么桃红井呢 就下了大量的精力 把这神仙呢 捋了一遍 编写了一本 真灵为业图 把这些神仙分为七个等级 那么说是哪七个等级呢 第一等级 是原始天尊为首的一堆先天大神 这个呢 没什么争议 二等级呢 是魏华存呢 许慧呀 这些上清派的神仙 这个就应该说呀 他有私心了 因为桃红井本人就是上清派的 第三等级是葛玄等等 领宝派的神仙 哎 领宝派的人乐不乐意 暂且不说 最可气的 哎 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 包括张道陵信奉的这个太上老君 排在哪了呢 第四等级 这个呀 就有点欺负人了 五六等级 都是一些散仙 第七等级最有意思了 哎 都是一些历史名人 帝王将相 像什么秦始皇啊 曹操啊 刘备啊 这都是第七等的神仙 那么说这些人 又没有修炼过 哎 怎么成神仙了呢 哎 这就反映了古人当时的观念 鬼和神呢 没有明确的界限 人死了以后 如果只有子孙祭拜 那就是鬼 如果说呢 有万民的祭拜 至少来说大伙都知道你 那你就是神 而且呢 万越大 你这神就越大 不管他这等级排列的合理不合理 至少来说呢 成了体系了 但即便如此 道教的发展也远不如佛教啊 信佛的人是越来越多 甚至来说到最后 连桃红井都信佛了 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夜里边 桃红井做了一个梦 梦见谁了呢 梦见佛祖了 佛祖授记他为胜利菩萨 一觉醒来 桃红井就到阿玉王塔 受了佛教的武戒 再回到茅山之上 就立下佛道二堂 隔日朝拜 怎么意思呢 就是一三五啊 去这佛堂磕头 二四六呢 去这道堂磕头 收的徒弟呢 有道士也有和尚 临死的时候 嘱咐自己弟子 要用佛道两教的衣室下葬 就是前穿僧衣 后配道袍 像挂着佛珠 背背着宝剑 用现代话来说呢 就是混搭风啊 皇上赐给他一个嗜好 叫真白先生 说到这儿啊 您也听出来了 整个南北朝 南朝也好 北朝也罢 大的格局呢 都是佛强道弱 但不料想没过几年 这道教啊 翻了身了 蹭一下 成为全天下的国教了 啊 稳居在佛教之上 而且不光这道教翻了身了 太上老君也翻身了 怎么呢 从四等的神仙 蹭一下 变成一等一的神仙了 那么说这身是怎么翻的呢 咱们是下回再说